如果安命在些工位的人 桃花多 现在的社会环境 人脉寡 朋友多 就是企业家的隔击 就是当大老板的隔击 当大官的隔击 这一条命书上 写得超惨的 书上就写 为臣不忠 为子不孝 凶恶细利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指挥斗树同步断节 今天最重要的应用同步断节 可以决定你人生的成败 就是命功 我们根据专家的统计 成功者只有占前人类的3% 其他97%都是庸庸碌碌的 毫无可恋的度过了他的一生 当他即将步入 迁移功 晚年印的时候 他不禁会麻烟到 在我这一生难道没有成功的机会吗 不是没有 是你不会掌握机会 而命功决定了 你可不可以掌握成功的基础 来 接着我们用实际的案例 跟各位分析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命运你不能尽信 你这个命运老师奇怪了 既然讲命运不要尽信 那是当然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辰 出生的人何止百万 告诉各位 命运决定在环境 只有环境之中 掌握了时间跟机会点 事件点 你才会成功 你的现况是什么 就表征你现在在环境之中 你遭遇了什么 你怎么突破 如果你不懂 接着详细的看 整个命功所在的功位 来决定你该怎么 让你的思想跟你的行为 达到成功的地步 第一点 当你的命功在隐身四海的路标 是什么 注意听 隐身四海 在任何的命理学上 它都叫做驶马之地 驶马就是马要奔跑 所以安命在隐身四海的人 一定是比较劳碌 奔波 也容易自行怀恼 那么你如果碰到的是 沙坡朗 隔疾 动星 太阳 太阴 天机 等等的 那么你这个劳碌 奔波的情况就更加明显 因此你要成功 你一定要掌握 像马一样 到处奔波 建立人脉 创造机会 找到你成功的基础 注意 隐身四海 要在掌握机会跟事件 启动点 是你人生必须面临的课题 第二条 人生的路线图 就是 当你命功在 丑未成细的路标 是什么 丑未成细 是四目之地 四目之地 主孤 就是容易孤独 孤的意思 并不是代表 人丁凋落 一般的情况是 你的亲子 同胞兄弟 各自发展 不会相互依存 最明显的 就是现在的人 一家人用餐 各自滑手机 各自跟远方的聊天 就是不跟一起吃饭的 对面的讲话 这样子大概都是安命在 丑未成细的人 因为他的个性保守孤立 所以他一定要有什么 才能成功 注意 一定要有专业的知识 专业的技能 跟专业的劳务 因为他适合应用自己的专业 来开创他人生的路线图 来接着我们再看 这个安命在另外一个的 植物毛友的现象是什么 植物毛友的路标 因为植物毛友称为桃花地 如果安命在这些工位的人 都比较好酒色 人员好朋友多 桃花多 现在的社会环境 人脉寡 朋友多 就是企业家的隔级 就是当大老板的隔级 当大官的隔级 担任民意代表的隔级 安命在植物毛友 因为他的接触面非常广泛 所以他就多考验 而且人会很发达 很吸引人 感情生活 当然也就跟着复杂起来 这是对的 这是相当的代价 所以你拿到一张指挥 朵树命盘 第一步先看自己安命在哪里 才能决定你这一生的发展的方向 还有你命工 命工工干产生的四化 进入哪里 路前科技 既是你一生所执着的任务跟使命 这一点一定要掌握 人虽然你的赖勤有几百位 你的网路平台有多少人追踪多少粉丝 但是人总是寂寞的 为什么 因为网路非常发达 人就越寂寞 因此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多 那就是表征 我们要从哪里下手 才能够成功呢 丑未尘系的人 一定要靠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 跟专业的劳务 所以我今天用丑未尘系 跟各位分享 丑未尘系 需要有哪些星进来 就能够更大的开创 第一点杀破狼 隔疾 进入四目之地 就是丑未尘系 他才有能力突破 尘系这两宫是天罗地网 天把你网住 地把你框住 你横身有再大的能量 你都突发不了 因此要杀破狼这三颗星 进入尘系的人 一定要掌握机会 你可以突破 突破怎么突破 开辟网路世界 你的成功机会就大 或者你跟朋友交往 朋友怎么样 对你不太买单 因为你属孤的命 接着看 日夜 太阳 太阴 如果在卫功 丑未的卫功交汇 就是太阳太阴 在丑未一定同工 一定同工 那么日夜 太阳太阴 如果在尘系 缓背 什么叫缓背 就是太阳不亮 月亮不亮 在这样缓背的情况之下 那么他更加的怎么样 孤单 寂寞 那么太阳太阴 如果在尘系 天罗地网 那么他就漂泊 为什么 因为太阳是不会受到你控制的 时间到他就要起来 月亮也不受你时间的控制 那又在尘系 尘系这一条天罗地网 他就没有办法安定下来 要到处去漂泊 这样你就要掌握什么 掌握事化了 掌握你的太阳要化露 你的太阴要化露 太阳要根干 太阴要丁干 那如果你是碰到甲干 太阳化露 你知道吗 太阳本来就是火 又碰到水就完蛋了 那么你如果碰到乙干 让太阴再化露 水多则换 太多水了 都冲不了 冲不了 这一点你只能够怎么样 抽刀断水 水跟流 好来 我们接着给大家看 子为跟天相 子为跟天相 的对攻一定是破金 或者是子破的对攻 一定是天相 这一条命书上 写得超惨的 但是各位 看子为斗数前书的人 书上就写 为尘不忠 为子不孝 凶恶细利 哎呀 不用那么紧张 我告诉你 那在古代的社会 是不容许的 现在的社会 有这四条 正是你成功的基础 为什么 因为你是孤独之命 你就必须靠 自己的专业知识 专业的技能 专业劳务 去打拼出你一片天 当然在别人眼里 你对长官 不鸟 对不对 对父母 觉得父母也没办法给你成就 凶恶细利 就表示什么 因为你特立独行 在你的乡亲朋友里面 也不跟人家来往 所以人家就认为你凶恶细利 在现代的社会 你放心 没有问题 你尽管去打拼 你终有成功的时候 再缓乡 那大家就把你当人物 你失败 就不要回乡 这一点要掌握好 注意 指向 这样子的 隔级 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人 好 那像这样的人怎么办呢 我们的会员里面 我都会建议他 进入公门 为什么 你进入公门 你就有潜力 你就会依井还乡 虽然公务员 现在看起来怎么干都不是 但是到底你是个官 那么你如果不想干公务员 你就去走修行界 变成大师 走命理 好 结论 跟各位分享一下 结论最重要的 指挥斗树的同步断节 无论你的人生目标 是在哪里 你要掌握你的视话 时间点 跟你的机会点 掌握住了去开创 你就有成功的机会 只论心情 儿戏而已 因为那些心都是死的 没有经过视话 它没办法开拓出你 漂亮的人生 那么你如果一时 无法找到你自己的路标 也不知道怎么奋战 两个方案 一 你买课程自己写 第二 快速的加入一支花 我来帮你规划 让你有机会走向成功的路标 谢谢